中国权贵的死亡游戏 薄熙来事件秘密报告 作者 何平 黄文光 播讲 夏秋年 基层镀金 令节新欢 1977年 在毛泽东死去一年后 中国恢复了高考 薄熙来的很多在文革中 谴责过大学考试制度的北京四中同学 都抓住了这个机会 薄熙来参加高考 29岁时 以走读生的身份 跨入了中国的顶尖大学 北京大学 专攻历史 一年后 在他父亲赴出当上副总理时 薄熙来越过本科 考上了中国社科院国际新闻专业的硕士研究生 1982年 他毕业后 在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做研究员 但他渴望做更重要的事情 在80年代 共产党发现自己处于领导断层 革命老干部们 这时都以七老八十 到了退休的时候 极为需要新一代领导来填补权力真空 党中央提出了第三梯队的概念 将一大批受过高等教育政治上可靠的候选人 放到共青团内的职位上或放到基层去锻炼 为接任更高职位做准备 薄熙来听到这个消息十分振奋 他以进行社会调查的名义 在1984年要求调到大西北甘肃省的一个贫困地区去 这样他便能获得对社会底层的第一手了解 但他最后到了一个离北京近一些的地区 东北的辽宁省金县 被任命为金县县委副书记 当时薄熙来和李丹宇的婚姻已经破裂 1982年他提出离婚 但他妻子拒绝了他的要求 一个朋友说 调往外省也使他得到了解脱 薄熙来效仿他两个童年伙伴的榜样 那两人在两年前都采取了同样步骤 开始了他们的政治生涯 现任中共总书记的习近平 主动要求到首都外的河北一个小县任职 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儿子刘元 现在是解放军总后勤部政委 大学毕业后前往贫困的河南省待了多年 理想主义的动力和毫不掩饰的政治雄心 驱动他们三位从最基层开始积累政治资本 瞎住 事实上上一回提到的 薄家三兄弟被关的那个名叫 七八九集中营的少管所中 也有习近平和刘元二人 官方报纸上的一份简短报道 表明薄熙来刚开始在金县很不顺利 当地官员对他怀有戒心 知道他在这里任职 只是用来当一个跳板 没人把他提出的政策当回事 薄熙来很敢挫败 几乎想到辞职 但是他父亲训斥了他 要是你连这点小挫折都不能应付 还指望你将来能称什么职 薄熙来坚持下去了 当他离开的时候 金县已经在发展乡镇企业 教育 计划生育等方面 在地区赢得好几项奖了 这些成就中跟薄熙来有多少关系不好说 但他达到了他的目的 这些草根经验给他的资历度了金 真是个金县了 在金县 薄熙来的个人生活也大有斩获 他在北京大学当学生的时候 遇到的一名叫古开来的女子 在1984年到金县考察 古开来是一位解放军将领的女儿 是北京大学法律专业的毕业生 薄熙来在自己的小家里接待了古开来和他的导师 古开来在一家报纸上描述了他们的相遇 我没想到他也是北大毕业的 可是我去的时候 这位北大的高材生正蹲在荒凉的海滩上 和当地农民兴致勃勃地策划农村经济发展的前景 他是个很像我父亲那种极具理想主义的人 我去了他的住处 他住在县尾一个像是永远也扫不干净的小脏屋子里 用放在桌子下的一个破纸箱里的小苹果 招待我和副教授 然后开始大谈他的理想 我觉得这个人好像小说里看到的那种人 有素养 有责任 生来就是属于某种事业的 不是属于家庭的 但他是一个可以信赖和依托的男人 尽管谷开来和薄熙来都宣称他们是1984年在金县第一次相遇 薄熙来的前妻李丹宇却坚持说 他们的家人在那之前就互相认识多年了 李丹宇的哥哥娶了谷开来的姐姐 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 李丹宇说谷开来是通过他和薄熙来在北大的关系才被录取的 瞎住 真是无巧不成书 刚好在一周前 我在一个饭局上和当年北京红二代里面 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坐在一起 他说他和薄熙来非常熟悉 席间 他对宾客们讲 薄熙来当年的高考成绩离北大的录取分数线还差四分 于是他就给薄熙来支招 叫他去求邓小平 薄熙来照此去做 结果邓大人给北大一位领导写了一张条子 就把这件事情搞定了 无论此人的回忆是否可靠 综合参考一下李丹宇的指称 就可以基本断定 薄熙来至少并不是全靠自己个人努力 实打实地 毫无争议地考上北大 而是靠走后门才被北大录取的 话修续凡 言归正传 在学校一次舞会上 薄熙来是谷开来的舞伴 可能在那时他们就有染了 随着他们1984年在金县的相遇或再次相遇 薄熙来开始公开追求比他小九岁 被公认拥有很高回头率的美人谷开来 他当时还是已婚 曾多次逼迫李丹宇离婚 但是没有结果 相反 固执的李丹宇给薄熙来的上司和朋友到处写信 把他说成是一个陈世美 在他倒霉的年代里利用他 到他情况好起来就甩了他 令结心欢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在有第三者介入的情况下 中国法庭很少判离婚 另外 李丹宇是现役军人 任何人破坏军婚都是要受刑事处罚的 那场艰难的离婚 拖了四年 法庭曾多次调解魏果 最后在无奈之中 李丹宇同意离婚 获得儿子的单独抚养权 把儿子从姓伯改为姓李 1986年 谷开来获得了到美国留学的机会 然而这时 新单身汉薄熙来向他求婚 他们于同年结了婚 1987年 生下儿子薄呱呱 一年后 全家人搬到大连 薄熙来被任命为大连市的荆州区委书记 欲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